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5号的上午在巴厘岛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习近平表示 中法关系保持积极的发展势头 双方要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传统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指出 中法关系在过去三年保持积极发展势头 作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两制重要力量 中法中欧要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 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努力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 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在法国发展 提供更加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愿同法方加强沟通和协作 共同应对气候安全 能源安全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破解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习近平并强调 经过多年发展 中欧已经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 双方应该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 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稳定畅通 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 希望法方推动欧盟继续奉行 独立和积极的对华政策 马克龙表示 法中两国都致力促进 全球和平发展 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中国是现代化发展模式 令人钦佩 面对当前动荡国际形势 法方希望同中方继续秉持 相互尊重 平等呼唯精神 密切高层往来对话 深化不同领域合作 欢迎中国企业赴法国开展合作 法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 积极促进欧中对话合作 双方并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 明确一贯 主张停火 止战 和谈 国际社会应为此创造条件 中方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发挥建设性作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